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论是国家还是城市 工业都是财富获取的最佳之权 魅力十足的工业直接带来了生活的美好 当深藏于地下的巨大容量被开采出来 推动着钢铁机器运转飞驰 同时也排放出滚滚烟尘 侵蚀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感受 减少排放是治理大气污染的首要任务 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大气污染治理的过程 新中国的难题短促而急迫 蓝天保卫战 我们开始就是激战的战场 这座山是戴丁小时候和父亲常来的地位 现在每个周末他都会和父亲来这里转一转 第一天好多了 以前有黄烟 黑烟 现在走在山顶上就能腐烂城市的全貌 俯瞰贵阳 现代气息与田园景色错落有致 跃然而上 二十年变化 尽收眼底 作为第二代桂岗人 代宾对曾经发生在桂阳的污染 有着特别的记忆 以前我们老厂区是在四区里面 炼钢是黄烟 砸钢的是黑烟 经常被周围的居民投诉 你如果在户外淋雨了以后 你回家不起头 你感觉会发痒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 经济快速发展 煤炭消耗急剧增加 大气二氧化硫污染越发严重 中国西南华南地区出现区域性酸雨污染 酸雨是大气治理的世界难题 生态系统已被整体破坏才能形成酸雨 修复治理必须全面 持续 方能见效 1998年 国务院划定酸雨和二氧化硫控制区 贵阳赫然在立 国务院要求两年内 两控区二氧化硫达标排放 并实行总量控制 截断酸雨形成的源头 一场与二氧化硫的决战 在贵阳展开 贵阳污染大户 钢厂 电厂 水泥厂 首当其冲 大工程 带动大治理 这一时期 中国全面对钢厂 电厂 脱流设备进行改造 近2006年至2010年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规模 就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总和 这是贵阳电厂脱流装置 将夜行换棒 电气故障 请检查一下 好的 好的 全流程计算机程序控制 时刻监控排放指标 现在贵阳所有燃煤发电机组 以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为了环境的整体修复 国家几乎动员了全民力量 用每度电价多加收2.5分钱的电价补贴 支持脱流脱销 推动中国建成全球最大的 清洁燃煤发电体系 二十年来 中国煤电机组累计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8亿千瓦以上 这二十年是中国工业生产排放制度 出台最密集的时期 酸雨二氧化硫大气之敌 终被驯服 从酸雨之城到循环经济生态城市 二十年间贵阳的变化 黛丁和他的工友们感受最深 以前我们在厂房里面 朦朦朦朦朦的那种粉层是非常厉害的 厂房130米 从头见不了尾 现在588米 可以从头一直看到尾 整个的生产流程的工作 基本上都是在电脑上操作 你人为参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的空气质量特别好 这是非常有利于植物 特别是开花植物 它的颜色的表现 所以我们的花在颜色方面特别有优势 对生长环境最为挑剔的兰花 在贵州扎下了根 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已经成为贵州的一张金铭片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 只有从源头上使污染物排放大幅降下来 生态环境质量才能明显好上去 管住了烟酥的排放 可以从最大范围降低污染的排放 而立足长远 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的大幕 也早已拉开 盛夏 石井山脚下首钢园区东奥训练馆 质兵师刘优强和同事 正在为兵场做修复 刘伯强的质兵工作对运动员训练非常重要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临近 运动员训练愈加紧迫 刘伯强每天也要工作十小时以上 志冰并不是刘伯强的本行 过去他曾在火花四剑的首钢 当了十几年钢铁工人 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觉得很幸运 这次转型对我来说很重要 新世纪初 中国重化工业发展训练 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处于高位 改造升级迫在眉睫 结构调整势在地形 北京蓝天保卫战 首钢开始行动了 现在我宣布 首钢电铁厂五号高楼 已于2005年6月30上午80 正式请查 光荣 同在中凌晨 四川 突然贵 被图了 帮程 入板 团能 跟 冚 atlánt американ 我们 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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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天放晴了 蓝了 水绿了 然后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 2013年到2018年金金剂PM2.5浓度下降了48% 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下降73% 特别是北京二氧化硫浓度下降77% PM2.5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89.5微克 降到了2018年的51微克 一氧化硫平均浓度下降 未经 будущ年度一氧化硫平均浓度下降 三氧化硫平均浓度下降 结构调整 不仅在工业生产中加速推进 也在全面立体地向更广阔的层面延伸 李仁忠 杨洪贵两亲家住在同一个村 今天是李仁忠和老伴招待亲家的日子 烧煤改成烧天然气 省去了石柴引火的麻烦 一桌东北特色的家宴很快就摆上了桌 四年前李仁忠家作为村里第一批试点用户 安装了天然气炉 看到亲家用上天然气后生活发生的改变 一年后杨洪贵也给自家安上了天然气炉 刚开始吧 人们没解不知道气是啥事 下面有没有那政策 有的还怕是找火大神 头一年是费点 那肯定费钱的 那天天总打的都不费钱 那也使吧 他又有经验 政府补贴企业让利 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 盘景九万多农户 安心用上了清洁能源 他省大劲点 像我们这老一边的 像我父亲那边他就没想到 没等那个小伙伴啥抬头也没了 原先都是土道 现在你厨家都不带粘角的 我二十一年来上天了 这这这农村变化也太大了 比城市还好 比小城市现场高 特在心 这咋不在身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 在中国能源结构占底 曾一度高达93.8% 中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 非化石能源占底 将提升至20% 复清新化湾 三十万千瓦海上风电二级工程正加速建设 全中国 现在每小时有两座风机安装到备 风电开发已延伸至中国所有省区 不只是风电 水电 核电 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建设 也日新月异 朝夕巨变 中国向世界承诺 到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 意味着化石能源为主要工业动力的模式 根本性改变 能源革命 将是生产和生活方式 一场深度革命 早上五点半 沈美帝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沈美帝是杭州电动公交车的第一批驾驶员 他对电动车的感受是和女儿的交流开始的 原来汽油车有油污 回到家以后老感觉身上有油烟味 女儿也不希望我抱她 嫌我身上很脏 现在就不一样了 开了沈电动车以后 衣服身上都很干净 一整天下来都是美美的 对一个城市来说 去除油烟味就是治理汽车围气 在中国汽车从几万辆发展到三亿多辆 只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这些车辆排放的尾气 提供了三分之一的污染源 发展公共交通 全面引入新能源电动车 就是根治尾气的利器 这个车开起来比原来要轻松很多 一天下来也没感觉到特别累 您好 欢迎乘车 我去那个超道国际 好嘞 太原曾是世界十大空气污染城市 2016年太原启动更换 纯电动出租车工程 今天太原是全世界 拥有电动出租车最多的城市 电动车零排放 宋师傅和他的同事们感受最深 以前是用的是南游车 那么我们下了南战地库以后呢 车走走停停 排放的尾气 对我们这个身体是有危害的 今天中国是全世界新能源汽车 如果文化了 接着去迟车 就是所谓的 我们下来的邪气 就是腓车的 是阓车的 你这样的邪气 那天 就是阳气 我们下来的邪气 很高的邪气 我们下来的邪气 我们下来的邪气 好 我看到邪气 你应该帮我们下来的邪气 我意思是 你当时再会来的邪气 我和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手机中的天气预报 多了一项空气质量预报 来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信息 不仅为公众提供空气质量和重污染预报 也为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提供技术支持 今天 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共建成1436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点位 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公开 已经实现了时间尺度上从小时到全年 空间尺度上从曲线到全市 改善环境质量 回应公众关切 全面主动公开环境信息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环境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 共同建设 共同享有的事业 要把建设美丽中国 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 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 建设者 受益者 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 局外人 批评家 谁也不能只说不做 置身事外 北京人邹毅 用长达七年的时间 成就了一幅十米长卷 让窗外的空气变化 一目了然 2013年1月的一天 当邹毅被窗外一片灰蒙的景象 震慑住的时候 他唯一能做的是 拿起手机 按下了拍照键 记录了当天的天气情况 有一天 大概过了经过了两个月 我把这些照片放到一起 给我们充气率特别大 后来我有一个突发奇想的 一个想法 如果60天是这样 那要一年呢 会是什么样子 过去的七年 每天早晨 邹毅起床后 第一件事是拿起手机 朝着窗外拍照 记录当天天气情况 这一习惯 已经坚持了2460天 中国人从未像今天这样 珍爱蓝天 邹毅相信 自己做的每一次记录 都会很有价值 拍雾霾这件事情 再没那么重要了 再没有那么必要了 而且呢 也没有意义的时候呢 我觉得可能 我的实力是结束了 那我希望这天啊 能够早点到 我去干别的事情 在邹毅一天天 不间断地重复拍摄中 北京的天空 也一天天发生着变化 从最初的APAC蓝 峰会蓝 两会蓝 阅兵蓝 逐渐献出日常蓝 时序蓝 久违的火烧云 也成为朋友圈中 比拼风景的常用晒图 2013年以来 是中国大气污染物 历史排放量 下降最快时期 2018年 全国空气质量达标城市 达到121个 全国优良天数比例 达到了79.3% 让蓝天更多 中国一直在行动 2018年 中国发布 打赢蓝天保卫战 三年行动计划 目标切实而又温暖 到2020年 地极及以上城市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将达到80% 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幸福感 从大气十条到三年计划 从迅猛冲刺到稳步慢跑 中国蓝天保卫战 进入科学质污 精准质埋新阶段 周易的记录还在继续 那只是七年来养成的早起习惯性动作 两台雾霾高峰年份购买的净化器 许久没有启用 曾经被周易所为感动的口罩商 原本答应公益性提供一百万只口罩 但仅提供了十万只 就因销量萎缩 关掉了厂子 现在雾霾天气越来越少了 蓝天白越来越多了 这是一种新的常态了 这个感受呢 实际上不是我一个人 当然我感受更深一些 因为每天我再关注 现在在周易的电脑里 除了七年来对天气情况的记录 还多了许多新的拍摄对象 一花一树间 是蓝天白云下最畅快的心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